後年要到了 不少人會到傳統市場買糖果增添喜氣 但有民眾卻遇到這個情況 就是這一包沉重糖果 在網路上引發熱議 原PO成店家標價100公克130元 這樣一袋約20顆超過500元 還被發現暗藏鐵片 仔細看糖果堆中被混入金屬鐵片 原PO買回家後才發現 打開內容物 這塊荷包蛋造型軟糖 背面被放入同等大小鐵片 而且一包含有兩塊金屬墊片 被網友直呼 難怪一包咬500元 貼文一出引發網友熱議 這是糖果嗎 大鋼牙才咬得動吧 還有人痛批做生意不老實 根本就是土匪行為 但也有民眾認為 有鐵塊可以直接退貨 或找市場管理者出來 當事市場接到消息 馬上回應 以嚴正譴責該名攤商 禁止對方再來擺攤 還要跟原PO聯絡 或請對方到市場管理室 或協助退還款項 當事人事後拿回160元退款 直呼買了個教訓 但網友都認為 遇到類似情形可以直接報警 避免有心攤商 繼續讓不知情顧客當原大頭 解合孟前新竹報導